接下来这部分就是我们第一张的所有的图件 为了减低对客户的车子造成伤害 我们需要准备两样东西 透明浆 还有一块泡沫棉 我们需要将这一块泡沫 粘在这一个地方 在安装的过程中 不会损害到我们客户的车子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这个L型块和这个 横条进行组合 只需要简单的连接在一起就可以 我们安装的时候 只需要在我们这八个螺纹孔中 选择两个螺纹孔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对车子的中控 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估 那么泡板的最右侧的边缘 是可以通过这个中控的话 那安装的话就不会存在问题 好 我们现在接下来呢 需要用到两颗螺丝 将我们的固定支架 固定起来 同样我们还是做一个简单的固定 并不需要将它固定死 不需要用到一个M8的右脚 我们的固定支架就简单的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的是油门踏板 刹车踏板 在安装的话 我们会考虑是将我们的安装的支架 安装在上方 然后呢 我们现在首先要将这一颗螺丝全开 那么在我们的安装箱里面呢 会有一个配件包 那么配件包里面呢 包括有油干个螺丝 还有这个停电 还有一块铁块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铁块和一颗停电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对这个支架进行安装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初步固定 支架呢 已经初步的安装完成 好了 我们接下来拿出我们的油门踏板 我们需要先松掉一颗螺丝机构 将另外一颗螺丝旋到一个 适合的一个宽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首先呢 我们再 我们将这个油门甲板 泡到我们的油门踏板的上方 进行一个角度的调整 试一下它是否可以按压到 将油门按压到底 同样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需要做一个初步的固定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安装这个刹车榻吧 我们在安装之前呢 首先我们需要将这一颗 这这这两颗螺丝把它松掉 好 我们已经把它松掉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将甲板 简单的夹在上面 对我们的车子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估 基本上我们已经调节了垂直 20度和这个水平时度 现在这个状态呢 已经非常OK了 那么我们需要将我们的齿轮 这个方向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固定 好了 我们调节的齿轮已经固定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刹车甲板固定 固定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先不要管它 我们进行下一步的安装 油门和刹车甲板都已经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安装主架 在安装主架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将这两根套筒 依次的连接到我们的油门和刹车的 这一根 这一根杆上面 套进去之后 需要将手架竖起来 放在大袋的位置 让它和这个刹车油门的套管连接在一起 跟刹车的连接杆已经完成 我们接下来呢 要对我们的这个手架 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连接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手架进行一个简单的连接之后呢 它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油门的这根推杆呢 一定要和我们的手架 这个位置是平行的 我们这一个位置和方向盘的距离 最起码是三指的距离 在固定这个套管的这个螺母之前呢 我们要抓紧 我们这一根套管 不要让它随着这个螺母的旋转和旋转 好了 我们的手架整体安装已经完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